腾讯体育9月3日去,在西甲第三轮的凿场比赛中,把塞罗那坐镇莫堪府球场迎战来党的生班马维斯卡,梅西取得进球。 开场2分钟,生班马闪电破门,莫一个麦斯分球,豪尔克米拉蒙又一传中,进去后点龙哥头球冲顶,球台第击中胡阿埃尔南德斯折射入网,840比1,第16分钟,垃圾第7分球,梅西进去前面对两人防守突然犯罪是过瘾,别向突破晃到对手后位,突入进去6类小角度斜射,球击中左侧力珠弹入门。 1-1,进球后的梅西与皮克等队友简单进入后,向看台松上了飞吻,第24分钟,阿尔巴与登贝莱左路传切配合,登贝莱直三,阿尔巴左翼底线处回敲,球击中可对中卫普利多折射叹入门内。 2-1,视频助理裁判经过回看表明此球并不出界。 第29分钟,塞尔基罗被拖分球,梅西又以内切后横翘,增北来进去那座角度射稍少天出。 第38分钟,乌姆弟弟挑船,梅西进去就累,停球,后再挑船想进去后点。 皮克近距离投球冲定,被豪尔赫密拉玛绑下,随后的扣球射门又被维尔纳封堵。 第39分钟,库蒂尼奥左路直塞,阿尔巴突入禁区左侧横敲门前,苏亚雷斯小禁区前点推着破门。 3-1,VAR确认阿尔巴并未越位,进球有效。 第43分钟,莫伊戈麦斯分球,胡安埃尔南德斯又一船中受阻,莫伊戈麦斯进去又累抢,在五母弟弟之前将球勾回门前,加利亚尔金距离包抄破门。 8-3-2,第47分钟,库蒂尼奥挑船,梅西反越位成功,进去又累停球后左脚凌空出射,球打中门将维尔纳头部折射,击中横梁弹出。 第48分钟,特尔施特根发动反击,乌姆弟弟后场直塞,苏亚雷斯直塞,登贝莱突入禁区组类协射打入球门远角,4-2。 第52分钟,梅西与库蒂尼奥配合后条船进去又累,垃圾第七零空出射打入球门远角,5-2。 60分钟,梅西分球,登贝莱又一起球,提克进去立投球先出,第61分钟,库蒂尼奥后场直塞,梅西突入禁区组组地协射破门,6-2。 第78分钟,梅西任一球都射,少少天主右侧立主,第81分钟,梅西湖顶处协船,2-8进去左类协射破门,7-2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栏射破门,7-2。